第316章 返回旧途 熟悉的大门前 王轩带着小女孩走来 请机械人拍照 乐乐或坐在她的肩头上 或被高高举起 脸上带着纯净而开心的笑 不过最开始的几张照片 她再笑 却也带着泪花 控制不住自己 妈妈 病死了 在我昏迷的那段时间 她离开了 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小女孩告知过去的是 天人五衰病五解 他们一家人都是原住民 或早或晚都要出现那种 让人无奈而又无力的可悲状况 她被收留进孤儿院 距离这里不是很远 小小的年纪过早地 失去了父母亲人 只剩下她自己 在她昏迷的那段时间 她的那只雪白小猫也不见了 大概率成为了流浪猫 在如今这个时代 孤儿真的很少 科技发达 医学水平很高 还有家庭会遗弃用 孤儿院规模很小 只有几个孩子 照料他们的人更少 而上学就在外面的学校临近就读 小女孩乐乐 每次思念父母 都会来这里徘徊 看着熟悉的大门 但从来没有进去过 乐乐 你想换个环境吗 离开这里 去一个陌生的城市 王轩问她 如果有可能 她想带她到旧土 反正她的父母 现在很清闲 交给他们照料好了 小女孩有些犹豫 眼圈发红 道 我舍不得这里 爸爸和妈妈 都在城外周河畔的公路中 我想经常去看看他们 突然 一个机械人开口 她患病了 非常严重 如果没有得到特别的治疗 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王轩获得抬头 看向他们 五个机械人 陈旧而残破 带着岁月的沧桑感 像是贯穿了 大半个宇宙的旅行者 他们竟懂这些 知道猎先病 你们有办法吗 她主动询问 她身上有针对 天人武衰病的缓药 更有地先权 应该可以为她 延续生命一段时日 但根治不了 一个断臂的机械人 点头道 可以保守治疗 但较为麻烦 需要长年累月地进行 估计在成年前能治好 王轩动容 这个世界各种医学手段 用尽都无效 这几个不知道 什么年代的古老机械人 竟有手段可以治烈先病 我们可以治疗并收养它 另一个胸部 有个大窟窿的机械人开口 人类的形体 并有金属发丝 插着木簪 有些像机械道士 王轩看向他们 如果他们能当场治疗好 那他肯定同意 这几名机械人 来自宇宙深处 身份未知 竟要收养乐乐 让他有些犯嘀咕 断臂的机械人开口 我们虽然是金属的身体 但心并不冷 我等接收到 微弱的呼唤讯号 从沉边中复苏 踏上了回归的道路 只是想找回昔日的时光 另一位机械人补充道 曾有一个人 也得了这种病 死去很久了 看到这个孩子 我们想到了他 那个人是谁 王轩问道 还是不怎么不放心 怎么能听信 他们一面之词 我们的舰长 死去很多个时代了 一个机械人胸口发光 直接在这里投影 出现一个女子 她看起来很年轻 二十几岁 一头漂亮的紫色长发 眼睛有灵性 脸上缺少血色 有中着病态的苍白美 在她死去数百年后 我们找到了 解决这种病的办法 后面的几张照片 与影像就不那么美观了 天人武衰病发作 失去了那种灵动与美感 身体变形 各种痛苦 宇航员 王轩看到 有的照片中 她的穿着 和她所见到的泪圣灵 很像 野养神化生物为宠兽 她有些不解 这是猎先病 那个宇航员居然也是因此而死 你们究竟是什么年代的生灵 有什么来临 王轩问道 几个机械人沉默 不予回应 直到最后 一个人才开口道 你只需要知道 我们对你没有危险 没有恶意 我们的人 远去了 消失了 再也回不来 而我们几人是掉队的残兵 母舰损坏在半路上 沉眠至今 我们回来 只是在追寻那些熟悉的痕迹 重温一份古老的回忆 王轩皱眉 这种机械生命的身份 绝对不简单 按照她所了解的情况看 当年他们狩猎过仙天神魔 五号机械人 曾将猎先定义为仙天神魔 甚至 五号机械人 认识所魂中的第三代主人 那口中 应该是很古老岁月前的东西 并不是活着的仙人 炼制的 断臂的机械人开口 我们见到你 纯属偶然 见你身上有奇异的能量物质 甚至感觉 你身上有什么器物能威胁到我们 便默默跟着走了一段路 见她迟疑 那个像道士的机械人开口 她原本就要死去了 你觉得 我们会图谋她什么吗 乐乐 你怎么看 王轩看向小女孩 我感觉 他们和叔叔你一样 在可怜我 对我很好 并没有坏心思 乐乐这样说道 好 王轩点头 夕阳下 小女孩不断挥手 脸上带着泪痕 她坐在一个机械人的肩头上 看着王轩远去的背影 久久不愿收回目光 远方 王轩最后回首 温和地对她笑了笑 离开园城 在夕阳下 她心境平和了 觉得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一抹遗憾也消失了 临离开心心前 居然再次遇到她 老臣 战果如何 她联系陈永杰 还行 又得到三块真骨 我觉得 我还能有收获 不说了 我得抓紧时间 积攒点修行资源 王轩无言 老臣变强了 手持锁魂中于法罗 这是变成一个斗战神僧了 斩妖除魔上瘾了 疯狂追逐妖族真骨 这一役 各方都在全力追杀最后的妖魔 又持续了一夜 直到次日清晨 才算告一个段落 妖族奇异这个阵营的妖魔 不说全面 也差不多了 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大幕后 一片高大的山脉深处 血云起伏 笼罩天地 时散时聚 那是山中的妖族在呼吸 她的吐纳 每次都让天地变色 山外 妖族的刺子 得吸了现实中发生的血洗事件 脸色阴沉无比 毛子开河间 有恐怖的雷霆绽放 简直堪比称仙洁 动用了妖池中的足血 送去一批有天分的人 结果却败得这么凄惨 从未有过的耻辱 她发怒了 再浅出一些出名的大妖吧 还派浅 妖池中的足血 是万不得已实 妖族带领我等跨界实用的 还能挥霍几地 一群废物 妖族刺子大发雷霆 杀气冲天 随着时间推移 就约会不断松动 越晚跨界越容易 付出的代价越小 星星 外太空 王轩和陈永结尉 熟人送行 赵泽俊 吴承林等人都要远去了 进入宇宙升空 就此一别后 不知道是否还能再相见 有些人可能不会回来了 事实上 这次的大组织 几乎要走掉一大半 但凡对妖魔发动攻击的阵营 这次全都果断升空了 会离开星星 再见 保重 王轩以精神天眼看过剑群 没有什么问题 在外太空分别 赵泽俊等人 送给王轩一艘大型战舰 就停在外太空中 观陵 秦城 还有老陈那个秘路组织的部分人马 被小型飞船接上来了 随时可以起航 返回旧土 还有些收尾工作 王轩说道 他和陈永结乘坐小型飞船 重返星星地表 他用地仙拳交换的那艘中 小型战舰要带走 老中送他的大型战舰 也不能留在这里 另外 他要去找阿贡财团某些人收战 三天前 他和陈永结想借助战舰去打妖魔时 周云紧急提醒他 妖魔与人勾结 准备反列杀他 只要老中送他的战舰升空 就会被人立刻打爆 现在 王轩已经知道 是谁想伏击他 阿贡财团的格兰特 和妖魔勾结了 在外太空准备了几艘中小型战舰 克里斯汀和汉索罗 偷了我的勤俭去员池山附会 结果那里 被孙家夷为平地 附会的人惨死 格兰特这是迁怒于我 想为他的孙女克里斯汀复仇 格兰特还没有离开中州 他留在外太空中的几艘小型战舰 被赵泽郡和吴承林轰成渣子了 他是阿贡财团的高层之一 并不能频频调动所有重要资源 需要协商 而只属于他的力量 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你可以上路了 王轩弹指 一团火光飞出 落在他的身上 刹那间烧得他惨叫连连 化成灰烬 居然还有孙家的手笔 使他们轰杀了克里斯汀 但却给予了格兰特补偿 窜多他找我报仇 王轩亚裔 以强大的精神领域 捕捉到了格兰特最后的部分精神私感 进一步弄清了真相 陈永杰道 正好 新仇旧恨 拒找孙家清算 再离开新兴前出尽恶气 孙家早期时没手 针对他们 连老陈都被战舰轰击过 被飞船撞过 他与孙家曾在牧城外开战 至于王轩 就更不用说了 和孙家死磕数次了 很阴险啊 这次他们没动手 却暗示 与鼓动格兰特除掉我 求人得人 求锤的锤 满足你们 王轩来了 悄然杀尽孙家 闯入重地 陈永杰提着黑色大剑跟进 孙家的人被惊得不轻 立刻明白怎么回事 想要召唤五号机械人 可是 很长时间都联系不上他了 金顶山一战 黄坤那个阵营的猎先想跨界 布下接引大阵 许多人都被坑了 五号机械人截胡掉线鱼钩跑过去 也被坑得很惨 身体都融化丢掉大半 精神之火都熄灭了部分 他逃回母剑幕后 寂静很久了 孙家的人想去直接激活母剑 自然更是来不及了 王轩动手 手持仙秦玉龙刀 不断挥动 将孙龙胜 孙成前等人 连肉身带精神全部斩杀 老臣挥动黑色大剑 更是直接 杀得这里人头滚滚 孙家留守的这部分高层全灭 至于其他地方的人 王轩与老臣没有执意去找 王轩手持黄金术 暴力破开密库的禁止 管他是谁盯上了这里 是否有主 现在他不在乎了 他与老臣在这里挑选神物 一宝 金书等 将最有价值的东西都带走了 不说一宝 但以典籍而论 他们如今的收藏 远比古代任何顶级大教更丰厚 藏书的价值要高得多 因为 这是历代的集景 不同时期的猎先洞府 都从虚空中坠落到这个时代来了 走了 两人试了服一去 让老臣那个组织的人 将另外两艘战舰启动 驶向外太空 王轩手持暗金色的非洲 谨慎戒备 万一孙家残存的人敢发狠 与他们鱼死网破 那只能去杀个干净 一切顺利 并无变故 三艘战舰启动 取速引擎 进入虫洞 消失在这片茫茫天雨中 他们踏上了归途 旧土闹得更凶 这天下间没有了净土 陈永杰在战舰中说道 我想将见仙子街引出大幕 王轩开口 不过他也在皱眉 大幕中的那个剑仙子 和留在人间的那道残碎的元神 是同一种性格吗 在那片残酷的世界中 以剑仙之姿征战千百年 即便曾经很柔软的人 很傲娇 如今他出剑也会十分凌厉吧 这让王轩有些担忧 真正需要强大的是 我们自身 他要想办法 再次去探索虚无之地 穿行过陨石坑那处死官 找到真实之地 自身强势崛起的话 他还会怕谁 第317章 春天的种子 秋天的仙子 身后的比铃星壁远去了 那里有虫洞 连着星星与旧土各自对应的星系 也或许是连着两个宇宙 三艘战舰开始加速 比铃星壁具旧土4.2光年 对于平时生活在地表的人类来说 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在取速引擎下 四个多小时后 他们就已接近旧土 在外太空中 经历一次最为严格的扫描与检测 以及提供了各种齐全的证件后 对面才放心 大型战舰等不能轻易进入旧土 需要提前进行各种报备与审批 管控极严 他们开始下降 接近地表 看到了熟悉的景物 蔚蓝色的海洋 磅礴的昆仑山等 有种游子归来 看什么都无比亲切的感觉 当初王轩离开时 连张船票都买不起 还是青木和老陈送他的 现在静 开着两大一小三艘战舰回归 不过 现在虽有三艘战舰 他也养护不起 不说各种补给 但是停在飞船基地中 每日的费用都会让他掩孕 这是真正的吞金兽 每一天都是天价经费在燃烧 关于这些早有沟通 他将三艘战舰 伴送伴借给旧土 留给某些部门 去用 如果有一天他有需要时 可以快速调用 安城圈柜 王轩刚踩在安城外的 飞船基地的地面上 顿时就有很多熟悉的画面 浮现在脑海中 露出笑意 刚回来说点吉利的 陈永杰不爱听 当初他半死不活 各路人马都买好花圈 等着他咽气 结果好几天他都不登腿 将几个很有身份的老头子 都熬病了 不得不提前退场 秦宗师回来了 这次不走了 秦成很激动 他家就是安城的 当初各种托关系 要去新兴 结果转了一遭后 他觉得还是故土好 老王 老陈 关姐 我先走了 迫不及待了 要去看一下我父母 还有 我得亲眼去看看 我女友是不是在等我 要是一情别恋 我后半生都将人生灰暗 秦成先跑了 亲母在外面等着呢 要给我们接风洗尘 关林微笑道 安城 这座熟悉的城市 王轩大学四年 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也曾短暂在这里工作 老陈就是他那个部门的领导 结果两人都跑路了 如今才回来 当看到他们后 亲母眼睛都绿了 因为他早已知道 王轩到了什么境界 他一直在关注新兴的消息 当初 这可是他挖掘出来的新人 尤其是 他刚才看到秦成 那个 废柴 刚才和他嘚瑟 如今是宗师了 这让他情何以堪 秦成成为救术领域 资深级宗师 在救土现代人中 妥妥的第三高手 让青木脑瓜子嗡嗡的 有点怀疑人生 小王 我比秦成资质强一大节吧 见面后 他都没去顾上他师父 先抓住王轩的手腕子 放心 身为我徒弟 你不入超凡 那不是丢我的脸吗 老陈开口 现在他开了内景地 也能动用仙谷罐头了 以后修行时 带上青木进去 自然可以让这个弟子提升 青木看到老陈 眼睛顿时瞪圆了 道 师父 你整容了 这么要 弄了一张这么嫩的面孔 他补充道 师父 你这是想屈解 男人永远是少年吗 青木四十岁左右 而他师父现在看起来二十出头 这是要闹妖吗 然后 他又看向微笑的观灵 发现也同样面嫩 王轩安慰他 道 老青淡定 不就是返老还童吗 神话还有一年的时间 才崩塌完毕 机会还在 哄 安城外 远处的山脉中 乌云压顶 血色闪电 一重接着一众 城市中艳阳高照 不算很远的山地 却暴雨倾盆 很严重啊 陈永杰皱眉 这绝对是 有人在跨界呢 青木告知 同一座城市附近 一天七镇 八镇都很平常 不知道有多少超凡怪物回来了 即便旧土快被挖空了 虚空中的洞府 神山中的遗迹等 没剩多少了 但很多生灵 还是选择回归旧土 他们的根子在这里 问题十分严重 估计旧土比星星的猎先更多 王轩看着天边的乌云 这让人不得不严肃起来 没有踏足超凡时 他还曾戏言 九约瓦解 当李星约 但随着他实力提升 接触到这个层面后 深感问题可怕 现在 他得保证自己能活着 即将要面对的麻烦很大 动辄就是正元天 妖祖祁义 天仙之祖祁藤层次的生灵 有没有看到红衣女妖仙 王轩低声问青木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虽然对方过来的 还不是真身 但也很强 彼此的狩猎行动 随时会爆发 他去过熊山 也就是神农架那块地方 看来他当年的道场 的确在那里 但很快他就消失了 找不到踪影了 他们还没有离开飞船基地 王轩便看到一个妙龄女子 打扮前卫 露着白生生的长腿与藕臂 抱着一只金灿灿的一种生物 三眼狮子 在多名保镖的陪同下离去 大幕后的生灵 这么高调了吗 养妖兽 出行前呼后拥 那些大汉 也都带着仙气或妖气 陈永杰亚异 青木点头 道 最近突然出现一批 查不到出身来历的人口 各方压力都很大 事实上 当他们坐车进入安城 王轩透过车窗 在大街上 也看到了几个 冒着淡淡鲜物 与丝丝丝妖气的人 大幕后的猎仙后人 融入红尘中 在旧土这么普遍了 在不久后的接风洗尘中 青木体验到了那种机会 地仙泉 山罗等 让他震撼不已 这些传说中的奇物 居然就这么成为饮品 成为食材 整个过程中 他都晕乎乎 见仙子买谷地 没什么问题吧 王轩问道 那地方不能出事 那里很荒凉 没什么人去 青木告知 现在闹得比较凶的 都是有神话背景 与传说的地方 没出意外最好 王轩快速吃完这顿中饭 准备赶往平城 去相关部门的所在地 见父母 别急 我们也要去 观灵笑着说道 他就在那里工作 老陈也算是彻底 加入那个部门了 他一身所学 很多经文 都是从那里挑选的 平城很大 地处北方 名胜古迹不算少 王轩道来 走在这座城市中 居然在大街上 又看到一些神秘生物 王轩道 看来这是大事啊 人先要混居成为常态 希望他们能安分守己 别折腾 这样不是很好吗 陈永杰道 树域静而风不止 前阵子已经有怪物 在折腾了 老张来了一次 震慑了不少牛鬼蛇神 所以他们最近安分了不少 相关部门所在地 不是在高楼大厦群中 建筑风格古朴 有四合院 有两三层的小楼 占地较广 很宁静 很快 王轩终于再次见到他的父母 两人正在古迹市看书呢 这日子相当清闲与宁静 哎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这才没几个月啊 还不到半年 你就想家了 这是要给我们一个意外与惊喜吗 王轩无言 真有点怀疑 自己是亲生的吗 这是觉得他回来早了 他的父母放下手里的书 还是很高兴地 拉着他向外走去 到 回家 去给你做好吃的 见到你们没事就好 王轩放心了 这里是旧土最安全的地方 能有什么事 我们倒是听说 你在外面四处探险 千万不要乱折腾 王轩的母亲有些担心 我没事 平日就是看看书 然后锻炼下身体 工作太清闲了 王轩笑着说道 观灵和陈永杰的居所 离这里不远 就在后面一个小楼中 老陈实力太高 听得真切 他很想说出真相 经常看书 都是佛经 道法 妖术等 天天锻炼身体 每次都要和妖魔一起锻炼 不见血不结束 什么抱头 斩手等 都是稀松平常的事 他摇了摇头 就不去掺乱 皆是真相了 王轩取出地仙泉 以及结晶 还有山锣 黄金膜等 亲自下厨 有些超凡食材的 需要他处理才行 风王将汇入泉水里 太难喝了 这是他父母的一致差评 王轩无言 多少人想喝 都喝不到 财阀中的主事者 都眼红呢 这东西 能换小型战船 这可是延年益寿的 好东西 要不了多久 你们就会发现 青春回归 到时候 你们要是想给我生的弟弟 或者妹妹 我没意见 双手支持 反正 我要经常在外面跑 家里再多口人的话 我举双手赞成 臭小子 怎么说话呢 还敢开我们玩笑了 找打吧 真想家里多一两口人 赶紧将媳妇领回家 让我们抱上孙子 或孙女 行 等着 过段时间我就领回来 王轩拍着胸脯答应 他觉得 自己的实力 还不足以踏足密地去接人 那头老虎很可怕 他要再突破才行 两天后 王轩留下足够的灵药 地先全 然后就跑了 受不了他父母的狂轰烂炸 那两人对他心大 一点都不担心 但却一门心思 在惦记未来的儿媳妇 和孙儿孙女 老青 咱们去看看剑仙子 王轩跑回安城 找到青木 让他驾驶小型飞艇 去那片无名山岭 好 青木载着他 一路赶向安城八百里外的 一片荒芜的山地 这里没什么名胜古迹 很荒僻 常年无人踏足 很久后 王轩才找到那个地方 现在不是上次的秋冬季节了 如今满山葱绿 各种荆棘藤蔓丛生 将那座矮山都埋上了 有情况 王轩神色正重 那座山头上 有淡淡白雾飘出 他谨慎地接近 草丛与泥土下有瓦砾 有断壁残垣被埋着 很多年前曾有个小道观 剑仙子还在红尘中时 曾在这里修行 也是在这座山上羽化登仙的 这是重塑了真身 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相反 剑仙子的生长速度太快了 王轩以精神天眼 看到地下的情况后 一阵愕然 春天 我把种子埋在地里 秋天真的能长出一个仙女啊 当初 她在这里埋下一块仙谷 现在泥土深处 出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 粉雕玉镯 闭着眼睛 弥漫着仙物 看其无瑕的美丽面孔 就是缩小版的剑仙子 第318张 取了吧 长得真快啊 王轩亚弈 看着山峰泥土下的剑仙子 不足半年的时间 她由一块真骨 重塑出仙体 这是迷你版的女剑仙 兵姬玉骨 被白雾笼罩 生命蓬勃 闭着美眸 睫毛很长 一动不动 有种格外清新的气息 在王轩的精神天眼下 一切无所遁形 温和的神秘力量 环绕着她 那新生的身体 像是流转着万物初始的契机 非离无事 我什么都没看到 王轩孤农 精神出窍展现天眼后 即便她转过身去 也一个样子 所以 她干脆就不转身了 怎么样 剑仙子真有机会复活吗 清木从远处走来 她可亲眼看到过 那块带着雷击娇痕的骨 实在有些怀疑 这样的骨块 还真能变成一个大活人不成 王轩点头道 复活了 并且就在这时 她隐约间看到 缩小版的女剑仙长长的睫毛 似乎轻颤了一下 这是要复苏吗 清木听到的发呆 一块千百年前的骨头 居然真的可以新生 比现在的各种基因科技都要强 她小声道 和过去比 她现在什么状态了 王轩想了想 道 过去很骨感 现在很丰满 一瞬间 她看到泥土下 那个周身晶莹 带着鲜物的小号女剑仙 耳朵居然略微发红 这时听到了她的声音 接着 女剑仙悄无声息地调动 仙道物质 迷蒙能量覆盖全身 白雾遮体 并且不动神色地翻身 她不知道王轩有精神天眼 但是 却认为她的精神 感知很强 现在 正迅速屏蔽自身 不想她知道具体状况 清木听得不是很明白 露出疑色 道 什么意思 骨头长肉了 很胖 所以你委婉地说 很丰满 她成一个小胖子了 地下 迷你版的剑仙 紫气地不行 吃得一声 一道白雾冲破泥土 向着他们飞去 王轩赶紧拉着清木 快速避开 人丝丝鲜物散去 有情况 清木就要凑过去 通过那个被击处的土洞 向里观看 王轩赶紧挡住了她 并有手堵住了那个 冒出丝丝缕缕白雾的泥土洞 清木神色正重 这是神话融入了现实 她严肃地开口 仙子 你真的有血肉之躯了吗 平日在这里沉睡 很危险 这地方有各种野兽 当你身眠时 万一 被豺狼或野猪刨出来叼走 就麻烦了 王轩无语了 清木这么严肃 而 说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地下仙物争腾 有些不平静了 老青 你结婚了吗 王轩问道 秘密 清木不告诉她 你果然凭实力 单身四十年 然后 王轩示意 别乱说了 傲娇的剑仙子 估计想把剑了 仙子 你苏醒了吗 我提前来履约了 王轩看着地下 发现她不知道什么时候 测过身去了 她又道 半年而已 你就先体众生 再有几个月 肯定真身圆满了 你 看到了我 女剑仙难以置信 她动用的仙家手段 遮蔽自身 对方都能洞彻真相 现在 随着时间推移 九月松动 她和其他列仙一样 能开口说话了 没那么多限制了 半年时间 你成为超凡者 还修成精神天眼 地下 传来清脆好听的声音 语速很快 王轩打死都不承认 道 我什么都没看到 就是凭着本能 觉得这里生机勃勃 感觉你回来了 特别清静 你退后一些 女剑仙太敏锐了 她相信自己的直觉 有目光落在她的脸上 她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仙道生灵中 有各种神木 乏眼等 但是真没几人 能练成这种精神出窍后 可观世界本质的天眼 王轩发现 她的脸居然红了 而后深入地下近十米远 再躲避 这时认为她窥探到了 她的真身 女剑仙 之前的约定 是三年后 等大木将熄时 她请王轩来这里 她轻声说道 我的真身 大木中的那个她 目前去争夺一块天水了 能弥补你的元气 王轩点头 她之所以来这里 就是觉得 剑仙子比起正元天 妖祖奇异等 可信多了 有些绝世仙魔 在新兴时 直接想将她 当成血肉通道 利用完就扔 有的只是赤裸裸的 血腥与残忍 上次她离开时 女剑仙就曾让她 从仙谷上 刮下一些雷结痕迹 告知她 关键时刻可以保命 而这样做 对她自身是伤损的 没事 我现在不缺天水 你可以联系她 现在就能回归 占据仙迹 王轩说道 剑仙子郑重告知 你知道天水是什么吗 能补充你的仙天本命 不比天要差 即便你的内景的受损 也让你有机会 恢复元气 王轩低头 向下看去 女剑仙扬着头 面旁晶莹带着光辉 很认真 一副不愿她吃亏的样子 这是将她当成一个笨小孩了 认为她不了解这些 仙子 王轩自己采摘到天药了 青木开口 正午不远亿万里 跨界送天药 这件事肯定瞒不住 早晚要泄露出去 所以 青木在这里提了一嘴 剑仙子扬着小脸 顿时有些发呆 睫毛颤了几下 美丽无瑕的面孔微致 迷你版的她 一副呆萌的样子 青木知道 王轩有至高经文 有绝世医保 在修行路上 暂时什么都不缺 估计也就缺她父母口中的媳妇了 她是普通人 某些精神私感 可以被超凡者瞬间感知 王轩赶紧将她推到一边 青木这是要挨揍的节奏 果然 缩小版的剑仙子 捕获到了她的念头 顿时有白雾蒸腾 从地下蔓延出来 仙子 我知道这是先命 对你很重要 我并没有消耗 为你带回来了 王轩从身上取出一个水晶吊坠 里面保存着 当初从剑仙子针骨上刮下的物质 你留着吧 关键时刻 她能画出我的身影 帮你挡住致命一击 剑仙子说道 不用 我乃能用你的仙命 去为自己挡在 我能自保 甚至 能去狩猎不少对头 躲在仙子身后 消耗你的生机物质 那岂不是太没出息了 剑仙子有些出神 在王轩的催促声中 伸手去接 收回自己的仙道物质 青木看得真切 那泥土洞间 真的有一只白生生的小手出现 让她不得不叹 雷击鼓确实能生出血肉来 你肯定练成精神天眼了 迷你版剑仙手子 收走水晶吊坠后 又快速躲进地下深处了 我自己也接近练成 能看清你的本质 她在强调 王轩惊讶 精神天眼 不是你实力高就能拥有 极其罕见 剑仙子居然接近练成了 不过 她又释然 很明显女剑仙极强 不然的话 也不会在当初第一次 见到红衣女妖仙时 就敢对她动手 她深知 猎仙在面对正元天 世家 妖祖时 是什么态度 那是彻底的臣服 战烈 猎仙 有相当一部分人 直接被派出大幕 比如郑家的仙人 还有那些妖魔妖仙等 都谨遵号令 女妖仙所向无敌 绝对不弱于世家 妖族等人 可是 剑仙子比她晚出生一两千年 却敢对她挥剑 足以说明了她的自信 她是后起之秀 目前不是红衣女妖仙的对手 但潜力应该无比惊人 精神意志强大 仙子 你可以和大幕中的你联系 没有天髓也不要紧 我真的有办法建议她出来 与你合一 王轩再次说道 现在局面极其复杂 各种妖魔 神仙 鬼怪都出来了 不说遍地都是也差不多了 在大城市中逛街 都能随时遇到 女剑仙除了略微傲娇外 目前看 没什么危险性 建议她出来坐镇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关键时刻 可以让她震慑那些 有可能会突破天花板的怪物 可是 这样对你身体不好 你太吃亏了 迷你版的剑仙子 呆呆地说道 青木思维又发散了 用眼神向王轩示意 从小养大 知根知底 一切都挺好的 取了吧 缩小板斑的剑仙子 脸色微红 捕捉到她的精神丝感 刹那 以白雾包裹着青木 将她扔到十几米外的藤蔓中 摔得她呲牙咧嘴 再等等吧 我还在长身体 接她回来 也不好融合在一起 她轻语道 然后 她提醒王轩 最近谨慎一些 大幕后有一位绝世强者 得到了语化帆 目前应该处在无敌状态 没有人敢阴风 最为关键的是 她手持质宝 可以划开大幕 直接就能迈步走出来 让所有人都忌惮 而又担忧 一旦她彻底底炼化与化帆 号令诸仙 俯视诸妖 没有几人敢不从 这么严重 王轩皱眉 在惺惺时就有耳闻了 没有想到 一件质宝在绝世强者手中 影响这么大 大幕中 有些强者在想最后的办法 那个人曾经的对头在蜜蜜 在联手 怕被她灭掉 王轩从剑仙子这里 得到很多消息 令她不得不越发神色 郑重起来 那个人若是进入县世 说不定能整合所有仙道资源 各路神仙 妖魔等 都会遵从其另誉 王轩在想 自己身上也有一件质宝 如果局面恶化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 她可以接引出一位绝世强者 将其武装起来 对抗那个人 改天换地 别逼我 咱们各自安好 不然 那就是鱼死网破 哪怕你高坐九重天上 也要将你先翻下来 如果有选择 她不会这样做 还是赶紧探索 那条新路吧 贯穿虚无之地 找到真实之地 自己提升到顶尖层次 当她立足在 崭新的修炼体系中 持有养生炉在手 面对腐朽的神话生灵 自然可以从容应对 以致保武装自己 才是最靠谱的 对了 红衣女妖仙 有什么来临 王轩问道 她消失有些天了 让她不放心 想彻底弄清楚七根脚 防备她来偷袭 我知道她有一道身影 进入现实 你想反裂她 剑仙子小脸上露出一色 一改呆萌之色 瞬间来了精神 此时 星星上 天空中浮现一片大幕 恢红壮阔无比 像是笼罩了整片天雨 远比此前 所有大幕占据的区域 都要广袤 一个散发混沌气的身影出现 手持骨帆 凌空而立 在她的左右 各有一位绝世强者跟随 至于远处 更是有成片的猎仙 密密麻麻的妖仙 追随在她的身后 这种景象很惊人 像是仙庭出现 接近人间 不如旧土啊 在那片古地上 还是有些期待的东西 未曾出现呢 手持骨帆的男子开口 第319章 剖开大幕 传说中 她的父亲是 三千年前的绝顶方式 掌控雷霆不语 道行高深莫测 迷你版剑仙子 讲述红衣女妖仙的跟角 剖析她的强项与弱点等 虽被称呼为妖仙 但她有人族血统 她故意隐藏了真实来历 她走过的路上细雨蒙蒙 宛若江南水乡的女子 只是表象 她一旦催动天赋能力 万妖度劫雷霆 能轰杀成群的猎仙 她的母亲是十二位白狐 超越九只级数 还多出三位 据说比她父亲还要强 她继承两人的各项优点 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王轩动容 红衣女妖仙来果然有来头 种眉道 这意味着 她背后可能还有两大强者 剑仙子摇头 道 那两人进入大墓后 就没有了音讯 彻底消失了 据推测 可能出了意外 看来大墓中竞争异常激烈啊 能够活到现在 且名气极大的人都不简单 王轩警醒 尤其是红女妖仙 亲手格杀过绝世强者 这是杀出来的战绩 王轩得到养生炉时 曾看到过 昔日猎仙大战的部分烙印虚紧 她对外称是妖仙 但其实她生下来就是人参 有半妖血统而已 疑似学过仙情方式的一部金色竹简 要是将她荡成唇妖来对付 那肯定要吃大亏 当然 她的妖族手段也很厉害 接下来 剑仙子告知她各种详情 王轩了解了到很多 她总觉得 红衣女妖仙 不会放弃自己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 现在做足功课 提防起来很有必要 仙子 你和她有什么过节 王轩问道 她很霸道 很久以前 击败了我们剑仙门的祖师 抢走了剑点 可惜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剑仙子说道 一副很不甘心的样子 觉得 要是和红衣女妖先同处一个时代 修为不会弱于她 她发誓要击败女妖先 拿回剑点 那不经文很重要吗 王轩问道 我们这个门派的最高点级 当然重要了 有很多东西我都没学到 只能自创 她没精打采地回应道 自创 说不定让你更强了 王轩安慰 如果有原本剑点 在此基础上自创 我会更强 缩小版的剑仙子咕弄 看起来年龄实在很小 面孔稚嫩 气质略焦 简单 我送你几部剑金吧 想学什么 玉剑术 还是古典仙剑 元神养剑术 亦或是是无量仙剑 剑仙子露出疑惑之色 道 你看过这些剑金 王轩点头道 即便是仙情金色主剑中的剑金片 斩道剑 我也有 这一刻 剑仙子出神 有些剑金早就失传了 他不禁神游太虚 又一副呆萌的样子了 星星 大幕笼罩天羽 大片的猎仙 妖魔等一起出现 像是天兵天将灵士 引发巨大轰动 各方都有些不安 不过没有流血事件发生 天空中 手持羽画帆的男子 满头白发 眼角略有几条皱纹 双目深邃 身穿阴阳神火 残土丝编织的仙衣 立于高空中 俯视天下 他名横军 在大幕江西前 是第一个得到 至宝的绝世强者 虽然还没有完全炼化 但也大体掌握羽画帆了 不然的话 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追随他 包括两位同级术的高手 真的无法与他对抗 但横军始终都没敢 轻易划开大幕走出来 他心存怀疑 为什么几件至宝 在这个枯竭时代突然出现 破开大幕后 他真的能挡住旧约吗 同时 他也不想离开呢 仙界中的有些造化 他要取到手中 还要杀掉一些死对头 大幕压落 贴近地面 刷的一声 横军动手尝试 要做试验 用羽画帆在大幕上 划出一道口子 的确可以剖开 旧约锁住的结界 在他的身后 猎先惊呼 无比眼热 但是没有人妄动 他们也是有些迟疑的 你们进入现实中 和这颗星球上的各方阵营 好好聊一聊 横军开口 点指一些人 瞬间 有十几位成仙者走出 从大幕被剖开的地方 穿行而去 所有人都在盯着他们 想看结果 他们没有报碎 猿神并未被撕裂 似乎安然通过了 但是很快 他们的脸色变了 身体灵性消失 猿神黯淡 他们所掌握的规则 等在这个世界 根本不适宜了 就像是水中的强横生物 来到陆地上 扑扔着身体 却越来越虚弱 这片天地 不适合猎先了 跨界过来的艺人 苦涩地说道 他是一位真仙 原本很强大 但是现在 超凡本源 从他体内溢散出去 想拦都拦不住 原神中他构建的 那些秩序符号 迅速模糊 不断消失 这很恐怖 原本出去时 他们都很完好 没有什么不妥 但请客间而已 一身道横 竟消散了很多 横均双目幽碎 握紧羽花帆 他就担心这种事情发生 跨界后 无法避免地坠落 沦为凡人 九月虽然没有针对我们 但这片天地中 确实没有超凡规则了 一位妖仙苦涩地说道 直到很久后 他们才稳定下来 都在逍遥游初期 算是突破了天花板 这疏为不易 这么长时间以来 即便是绝世强者庇护 宋猎先过来 也都要出问题 会被撕裂肉身与原神 实力从五段到八段不等 而以妖池庇护 以灵山阻挡 也不过是让个别人 可保住九段的成果 依旧破不了天花板 而且 那样的代价很大 动辄就要消耗妖池的足血 灵山的伟力等 那是妖族 世家等 为自己跨界式准备的 很逆天了 不用耗费绝世强者的 真血与道横 就可以送所有人 以破版的实力跨界 不愧为之宝 有人叹道 对于这样的结果 已经很满意了 列仙沉默后 也觉得 这种局面完全可以接受 两位道友要过去吗 你们大概率 能保住地仙道果 横均开口 看向左右两侧的 两大强者 都是仙界的绝顶人物 两人沉默 最终摇头 暂时不想跨界 再等一等 他们看向羽化帆 持有这件质保 多半可以让横均 保住地仙以上的部分道果 境界肯定高过他们两人 他们沿着 大墓间的特殊通道远去 次日来到旧土对应的大墓 原本有些道路都断了 但是戒雨化帆之柱 横均带着追随者打通道路 带着光雨 一天的时间 就到了另一片仙界 当日 大墓凌空 犹如天兵天将要降临 让旧土各方都心惊 普通人更是震撼莫名 那些古人要回来了 都是神仙啊 密密麻麻 漫天都是 横均挥动雨化帆 再次剖开大墓 送过来两批人 其中第一批是六人 向着平城而去 要找相关方高层谈判 详细聊一聊 第二批共十八位高手 跨界后立刻就分散了 有的前往昆仑 有的前往地心 有的赶往秦岭 有的则直接出海 第二批人都属于横均的弟子门徒 是他的嫡系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王轩 大墓后的生灵过来了 两批人啊 全都是逍遥游出气的强者 这是变天了 打破平衡了 陈永杰第一时间告知 第一批负责谈判的几人 很强势 去了平城后 又去其他地方转了一圈 在各地见了一些重要人物 始终都没有笑脸 谈了什么 你最好躲避出去 别拿你开刀 王轩深感问题严重 逍遥游境界的生物居然出现了 他压力很大 大墓笼罩高天时 他也看到了 这绝对是羽化帆的功劳 最大限度的宝竹 猎仙的实力跨界 他们胃口很大 要立带点击 要翻看各地限制等 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陈永杰压力巨大 面对逍遥游的境界的人 他真打不过 王轩已经和轻木回到安城 种种消息传来 形势不容乐观 就土明明被挖空了 那些人想找什么 那位绝世强者掌握羽化帆 依旧在惦记某些东西 让王轩意识到 旧土还有秘密 极其不简单 他们都去哪里寻找了 既然都有肉身 天也能监测到吧 王轩问道 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虎口夺实不成 别多想了 陈永杰提醒他 千万别乱来 但还是告知了那些人的行踪 王轩记下那些地方 昆仑 秦岭 青城山 当听到这里时 他心头一动 想到一件东西 不管有没有用 先拿回来再说 老青 当初我在青城山挖到的 那件奇物呢 有没有破译出来 那是王轩第一次参与探险 供得到两件奇物 其中之一是 五叶经书 一丝老张传承下来的 道教祖庭的体术 还有一张银色兽皮卷 更神秘 被藏在五叶经书下方 那座更为隐秘的地宫中 当时 有个绝顶级的方式盘坐 黑发光亮 面色红润 目若星辰 栩栩如生 手持银色金卷阅读 直到有人接近 他无声地羽化成尘埃 同时让所有触及 那里的人变成血物 原地只留下一张 带着淡淡银灰的兽皮书 当时他们就有推测 能让一个羽化的方式 那样痴迷 看得如此投入的兽皮书 一定有了不得的来历 方式的心神沉静当中 连大线到了 该羽化登仙了 似乎都遗忘了 眼中只有那银色的金书 不知道他的原神 最后是否进入大墓中 那东西 现在关乎很大 青木吃了一惊 不知道 先收起来比较好 你找人破译有结果了吗 会不会走落风尚 王轩问道 没什么结果 那种蝌蚪 鬼话符 没有一个人认识 青木无奈摇头 然后又道 放心 我没给他们整张兽皮看 每个字都单独拆出来 描摹在其他纸张上 送过去研究的 那就好 王轩点头 青木很有效率 时间不长 他亲自将银色兽皮书 带回来了 递给王轩去研究 什么年代的产物 我一个字都不认识 王轩叹气 他也算是见识过 不少特殊的文字了 可是现在看了又看 依旧是毫无头绪 关键是 这银色兽皮 也没什么烙印留下 成为超凡者后 无论是仙情金色竹简 还是五色玉书 都有精神印记 可以共鸣 知晓其意 兽皮书历经数千年不朽 始终带着淡淡银灰 但就是寂静无声 没有一点线索 王轩翻过来 掉过去地看 甚至想用手撕开 检查内力 结果扯不动 结实地邪乎 他以精神天眼观察 内部确实没什么东西 在他各种尝试下 他竟将银色兽皮书 收进了命土中 这让他心头狂跳不止 能让他带进来的东西真不多 个个都是顶尖一宝 比如他的斩神旗 以及老中家的往生池 斩神旗一直插在命土中 王轩心头一动 招手接引了过来 和这银色兽皮书放在一起 对比材质 第320章 平静俯视 斩神旗巴掌大 旗面为金色 有细密的纹理 银色兽皮卷一尺见方 有淡淡的银灰泛起 也有细密的纹理 更有数百个奇异的字符 很有质感 那些字不是以笔墨书写 而是以刀刻上去的 很有意境 充满美感 旗面和兽皮书 都有蒙蒙光辉 两者放在一起交香辉映 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韵味 王轩用手俯过 无论是旗面 还是银色金卷的触感 都很舒服 那些天然的神秘纹络 走向吸引人心神 王轩手持斩神旗 戳了戳兽皮卷 他毫无反应 接着 他大胆尝试 轻轻挥动斩神旗 蔓延出金色纹理 进入兽皮卷中 结果 他还是没什么动静 他皱眉 原先心中还有某些想法呢 现在似乎被证伪 让他颇为遗憾 相传 世间还有一杆斩神旗 看来这并不是他的奇面啊 是我想多了 他抚摸一尺剑方的银色兽皮卷 虽然还不清楚他的来历 但这东西肯定非同小可 能进入他的命土中 预示了他极其不简单 轻木见他复苏 精神回归 问道 怎么样 他也想知道 研究了半年的奇物 到底有什么用 毫无头绪 王轩摇头 准备求援 现在老陈被放弃了 不算是百科全书了 他有了更好的目标 不久后 他和轻木又一次出现在 安城八百里外的荒山中 去求教剑仙子 放着一个古代剑仙不用 那太浪费了 之所以马不停蹄 急匆匆 主要是王轩觉得 银书非同寻常 想尽早弄清楚来头 避免错过什么 让他和轻木无语的是 缩小般的剑仙子 居然有起床气 连着两日被人折腾醒 他没精打采 小孩欠一个接着一个 道 我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你们不要影响我发育 这次 我有好东西带过来 赶紧醒一醒 看看它是什么 王轩将银书送到了地下 迷你版的剑仙子 伸出一只白生生的小手 接了进去 快速沉入地下深处 这种字 跨越了几个时代 比甲骨文还古老 我也不认识 似乎听人简单提及过 我估计猎仙中 也没几个人认识 他一手托着银白的小下巴 一手持银色瘦皮疏 鹅眉微醋 在回想着什么 只有那些老家伙 四处学摸天下经文的强盗 有可能研究过这种字 他无奈地说道 比如呢 王轩问 那个红衣妖怪啊 见仙子张口说道 王轩和青木面面相去 女妖仙每次出现时 都烟雨蒙蒙 红衣清诚 无比惊艳 还是头一次有人这么评价他 算了 我去找他的话 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王轩打消念头 要不然就找仙情古人 比如那些方式都很博学 尤其是对接特殊年代 有人应该认识这种字 说完这些 他就没动静了 眼皮下沉 他虽然兵姬玉骨 笼罩仙物 但看其精神面貌 确实还是十岁那么大 需要补教 略显娇柔 不像是剑仙 王轩一招手 收回银书 近期还是让这小东西多睡会吧 他和轻木无声地离开这里 女方式吗 在路上 王轩私存 先情方式中的绝世人物 饱览各种精篇 或许认识这种文字 他进过女方式 那片奇异的内景地 见到各种虚景 比如他的书房 那真是收藏丰富 更是包含了金色竹简 仔细想来 当时他的心有些大 还想在那里翻动桌案上的竹简呢 结果 一切都随风消散 他无法触及 难测奇异 王轩对女方式了解不多 但他确实强大的离谱 是目前已之中 唯一保留下完整肉身的存在 还有老张 也是看不透啊 他想到的几个人选 底蕴十足 但都有同样的问题 他暂时不想接近 怕被连皮带骨地吞掉 在星星的那个酒吧中 老张说 要送我道教祖庭的天药种子 可惜了 他颇为遗憾 但他也不是那么后悔 承接老张的因果 不是那么好还的 再者说 都不确定此人真正的来历 回到安城后 王轩就开始养精蓄锐 调整自身的状态 形势极其严峻 他准备在他那片飘渺之地 清末 赶紧过来和我 一起修行 我要带你接近超凡 陈永杰来电 要清末过去 同时似乎带着火气 清末很激动 他要进内景地了吗 惦记很久了 但同时他也眼皮直跳 越活越妖的师父 这是怎么了 似乎憋了一肚子火 老陈 你什么情况 王轩也听到了 觉察到异常 立刻询问 那群人真是高高在上 虽然没有肤浅地说什么狠话 也没有什么恶毒的言辞 但那种态度 一样让人受不了 陈永杰低语 胸腔中有一股火焰在跳动 不久前 那群人又来了 找他谈话 很平静 也很淡漠 让他召集救土的修行者 调集飞船 去挖地心 去炸昆仑山 虽然没有什么羞辱人的话语 但是那种淡漠的俯视 那样不容置疑地吩咐 依旧让陈永杰心头冒火 对方直接争吊他 怎么看都是想 将他当成苦力 真没将现实中的超凡者 当一回事 王轩心头一沉 这批从大幕中 穿行出来的生物 明显要比以前那些人强大很多 危险等级随之 拔高了一大截 他在担心 对方这样冷漠的要求 也许只是开始 如果老陈服逆他们 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你别硬来 先避一避 王轩沉声说道 然后 他又声音微冷 道 做好各种准备 这群人实在过分的话 那就血拼了他们 不久前 在星星上时 他和陈永杰 刚大杀过一批妖仙 没有道理回到旧土后 就被人揉搓 而没有脾气 这群回来的人都有肉身 真敢肆无忌惮 逼人太甚的话 那就拿战舰先炸一遍 毁了他们的肉身再说 该说的我都说了 时代不同了 现代的凡人 有勇气与先抗争 而他们必然也听说了 星星战舰洗地的事 所以有些顾忌 没有撕破脸皮 最终那些人冷着脸离去 让我考虑 说合作共赢 陈永杰说道 身为当初的旧土第一人 以命薄超凡 在这个时代开了内景地 走到这一步 即使是面对猎先 他都没太在乎 甚至在心中俯视他们 正是因为他有心气 看向的是历代教祖 在和传说中的人对比 所以被这些人 亲慢与命令后 心中窝火 王璇哑然 这家伙受气了 只是原因之一 最主要的是 陈永杰内心太强大 觉得自身好比兽王 却被一群提前飞升的病猫 猎狗给怠慢了 小去了 所以他心里发毒 逍遥有了不起啊 等我到了那个境界 陈永杰冷笑 真有那么一天的话 他要找这些人好好谈一谈 逍遥游确实了不起 有人在房间中开口 淡默地看着他 现实打脸就是这么快 不管陈永杰兴起多高 多么地自信未来的无敌路 但现在 他确实被人压制了 那几人去而复返 正好听到他的话 无声地出现 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也有人站在他面前 平静地俯视着他 各位 如果你们想雇人挖山 可以去招人 给他们报仇 完全没问题 如果你们觉得能揉搓我 一句话就吩咐我 召集修行者 调动战船 甚至让我自身当苦力 为你们服务 我做不到 陈永杰沉生说道 要不咱们再深入聊下 仔细谈一谈 有人笑着开口 依旧如过去 没有激烈的言语 但是那种平静俯视的眼神 以及无形散发的精神威压 却有些逼人 他似乎想精神入侵 压制陈永杰的私感 让他改变心意 但遭遇激烈抵抗 对方的意志无比强大 他的同伴拉走了他 没有让他继续 因为这一刻 他们有种肉身将崩开的感觉 有战舰锁定了这脸 他们以精神交流 脸色沉了下来 其人太善 陈永杰猛力一拍桌子 震碎整张桌面 冷声道 你们活着回来 就是想以绅士战舰吗 想被轰成碎片 不妨试试看 安诚 轻木焦躁 那群人居然又来了 将他师傅逼到这一步 陈永杰的电话没有挂断 轻木和王轩都听得真切 各位 星星的妖魔都快死绝了 王轩的声音 通过电话传了过去 陈永杰的房间中 顿时一阵安静 星星的是 他们已经有耳闻 妖魔狼狈不堪 死伤惨重 观灵走了进来 穿着居家的服饰 看起来很平和 但是言语却很冷 道 来自大幕后的仙人 我希望从现在到将来 我们都能和睦相处 未来 猎先何去何从我不知道 但人间终究归于平凡 在他说完后 屋中的几位逍遥游境界的高手 肉身愈发难受 感觉被更多的战舰锁定了 他们眼神幽冷 一个凡间的女人能调度战舰 下这样的命令 让他们心情复杂而一样 不过 现在他们确实不想翻脸 打打杀杀并不高端 无形中能让人屈服最好 尤其是为了将来着想 现在不宜大动干戈 一人神色平和的开口 我们确实想合作 实现共赢 这次过来不是为了逼迫 而是有了新的发现 想邀请你们这边的人参与 或许有不错的收获 我们的人绝向地心的过程中 挖出一个浴室房屋 里面有人 想看一看你们这边是否感兴趣 一起研究下 他们知道 现实的生命研究所很厉害 能进行各种精准的检测与实验等 希望借力去辅助与解析 官邻点头道 可以 我去问一问那些研究所 如果哪家感兴趣的话 到时候 他们会联系你们 那几人笑了瞎笑 留下电话后 飘然离去 老陈 别往心里去 好好休息 只要我们自身快速提升 超过神话崩塌的速度 足够强大时 这些自负的对手都会哭 王轩的声音 从电话那一端传来 进行安慰 陈永杰开口 这倒是没什么 有压力才有动力 只会让我努力去变得更强 他们今天以精神领域压制我 不久的未来 说不定自身道行 随神话而崩溃 一个个都沦为凡人 我们的路还很长 说到这里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道 说起来 近期超凡余波不断震动 导致跨界过来的生灵的境界 一而再地跌落 正好每次都赶上你境界突破 陈永杰话语微顿 觉得很巧 笑道 赶紧的 你这反向指标 再去突破下 将他们都从天花板上震落下来 这群人要是跌落下 逍遥游境界 我看他们怎么敢出现在我面前 坐看他们去哭 说到最后 陈永杰忍不住满脸是笑 这几次确实太巧合了 现实自然没有那么离谱于要挟 行 我去 将他们都震落下来 王轩文言也不禁笑了起来